你媽說你拿球拍得好 原來真的拍得好 等你出營 我再帶你四處來電 好啊 不過我的天賴好像比較壞了 不用拍他電動 當然 姨姊 你現在只是暫時躲在這裡 等你出營以後 再稍微看電動 就能夠跟之前一樣 阿嬤 所以你要趕快好起來 等你好起來 阿嬤再用你的名字 給你辦個比賽 給你好好表現 子綺 你可真厲害 你不愧是你阿嬤的小眉毛 因為躺在病床上 都得把你阿嬤逗得花枝爛顫的 我兒子就沒有這個 慘妹的本領了 不然你教教我 阿嬤 阿嬤 在那裡的麥桃前 可以不要說這種話 我誇子綺都不行啊 不然我做什麼 你什麼就不用做啦 我跟子綺有話說 那是我們有緣分 有一點事情 不是假就黑的痕的 你別賠了一樣 阿嬤 你別起來就存在麻煩好不好 我是看你生病可憐才來看你的 你要看我不順眼就直說啊 我走就是了嘛 子綺 你阿嬤 你阿嬤就是這樣啦 說得很直接 不過沒人好會搬她 可能是她剛才回來也沒什麼關係 時間過了 這就了解了啊 好啊 我聽你的 既然是這樣 她要你跟阿嬤兩個人好好地送手 有什麼話就直接說 我沒問題啊 請阿嬤別再說媽跟媽的牌子 我說誰壞話啦 子綺 阿嬤 阿嬤已經前對媽媽要做過五回 現在五回公開了 所以以後不再去想吐了 阿嬤對嗎 阿嬤對嗎 對啦 公開了啦 所以你不談過五回 你們好理阿嬤 是說一個人要戴社會 都會有一些政策 大家要保養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跟你們爸說 你們爸會處理 你們是怎樣 怎麼會都走向你阿嬤啊 阿嬤 你對大家做了什麼事啊 你不是怎樣啊 說起這事來 我還要謝謝你啊 關我什麼事 我沒有關係 你不要嗎 嗯 你不要調校的問問我啊 有事就直接跟我說啊 對呀 現在不說之後治療 不一樣會說嗎 那就不如現在不話說開啦 子綺 你呢現在是得了白血病 一定要骨髓移植 才有機會痊癒 不然的話 就只能吃藥等死了 你聽清楚了嗎 那現在為什麼大家 對我的態度都變了 是因為啊 是因為啊 我在大陸的兒子 就是你同父異母的哥哥 他跟你的骨髓配對成功了 所以呢他有機會救你 你現在的命啊 掌握在我 跟我兒子的手裡面 你以後要對我 態度不好的話 我有可能讓你活不下去哦 好 你現在的問題是怎麼回事啊 傷病跟治病 本來就是一體兩面的事情啊 你們總不能只說一面吧 難道對孩子說謊嗎 你們要是對我這麼不滿意的話 那你們乾脆找別人陪對去嘛 那陪對成功了 不是不用看我臉色了 媽 媽 合理阿姨說的不是真實的 我碰過的事情 你怎麼都不跟我說了 因為你媽說謊成性 滿嘴謊言 更重要的是 我還沒有答應讓我兒子 跟你做補隨意職呢 他當然不會把這個消息告訴你了 好了 合理 你不應該在那兒子裡 讓人說這些了 來來來來來來 王醫師 你來得正好 你跟他們說 葉子齊是不是得了白血病 是不是需要骨髓醫治才能救命 你趕快跟他們說清楚 讓這個小鬼頭搞清楚狀況 是呀 你走開 別再看自己 這叫什麼刺激啊 我告訴他 我告訴他 你為了他在客廳被我閃耳光 那才叫刺激呢 媽 合理阿姨說的是真實 你啊 家裡 我現在這個時候 你會跟自己打扮了一件事 給他了解他的背景 還沒問題 薇莉 你趕快出來 我還沒說我要走呢 趕快出來 你別讓我 我沒說我要走 你到時候跟她說 我兩名接著回來 如果有事妳可以等我嗎 姊姊 媽 你不用擔心 我的健康要有事 不是 你不要有事 媽媽就特別讓你出事了 讓你的孩子在大陸有做比對 結果是符合的 讓那關骨髓讓子智 副作用是最好的 只不過跟姊姊都知道 不過 就是沒有事 隨便合理 你怎麼這麼做 意思就是懶得理你啊 你跟張嘉玲昨天好生好氣地跟我懺悔 我還動了側隱之心想要幫忙救人呢 可你剛剛跟我說話 那是什麼態度啊 那麼不客氣 張嘉玲也有樣需要 對我大笑聲 我現在改變主意了 我要獨善其身 這條鋒走來比方 告訴我早餐的那位 想聽了我沒辦法接受 不能接受 妳就別接受啊 我會勉強妳嗎 孫子嘛 再生一個不就有了嗎 說不定因為這個 邵峰跟張嘉玲 還能走在一塊兒呢 對妳來說 那不是雙喜靈門嗎 妳還在感謝我呢 何麗 妳不要跟我說客戈媽媽 我也很希望 我們家可以來救自己 不過妳還是小孩 動作補器 蓋不到團隊補料 我是不可能讓妳這樣做 那妳想怎樣 一番兩燈爺嗎 行啊 那妳覺得她 從來沒給我生過兒子 子綺也從來沒有 跟我兒子配對成了我 反正在夜燒風眼裏面 我這個兒子 都是可有可無的 只是子綺可憐 小小年紀 就是這樣吃虧 妳 別生氣了 別以為妳聽說 拍照片回去讓我們找不到她 子綺不是不求我 但我怎麼會讓她 這樣一天怎麼找她人 只要可以叫子綺 妳 那後一段時間 也算是有嫁在哪兒 我沒可能嫁嫁嫁 讓她這樣黑白暗默 我還想辦法找老公 用另外的方式來救子綺 那妳去試試看啊 但我醜話說在前面 要是妳親爹 沒有配對成功的話 妳也不要花絲對著我了 妳直接幫子綺辦護事好了 高雄妳如果真是要這樣見輸不求 如果我這個做爸爸的死命 也沒有這麼重要嘛 對不對 少鋒 妳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可莉 妳如果是百姓子綺 都定義是百姓我 高雄妳如果是希望妳的孩子沒爸爸 媽 都說妳試試看 葉小鳳 到這個時候了 妳要逼我嗎 這是妳逼我嗎 妳是要利用孩子回來我的身體比嗎 不然妳不能逼得罪了 連我就感受犧牲我的死命 媽 為什麼開始了 妳不需要去合力團論 妳跟家人 妳都不需要這樣做 走 那妳看自己 看 一定要來啊 剛剛葉佳人的態度 妳也都看到了 葉子綺的命掌握在我手裡 高雲全跟張佳麟 居然敢對我這麼囂張 連少豐也不站在我這邊 反正 妳先想辦法 妳要對她們施壓 立即把我拿走 我拿走 你做得怎樣 妳是醫生啊 妳就看看 妳看看怎麼跟她們說 就說葉子綺的命 只剩了一個月 或者剩了半個月 反正妳就讓高雲全跟張佳麟緊張啊 讓她們對我低頭 我要她們跪在我面前 跟我賠罪 真快撞我 把她們變成手機 會有反效果 葉子綺傷病 她們本來就應該直接求我啊 妳如果想什麼不願 妳去找張佳麟啊 妳有什麼 一直帶妳的大雞和小孩出去 多一個男人 可以忍受 自己的媽媽 受到這種無用 如果我都想我 我也做不到 不然這個葉子綺會去身體 看妳老婆 也天天找妳媽麻煩啊 妳不先忍到現在了 這兩個家庭 總共不一樣了 不能這樣比 我只是站在男人的地方 跟妳說 妳如果想要 繼續要去對付 妳會打架 妳前半 會跟葉子綺對妳的感情消無緣 實際上 她就算是輕鞋動散 要去家裡救她的孩子 不要跟妳比拚 不會的 剛剛邵峰說的都是企劃 我兒子現在是 舊葉子綺的唯一希望 他不會說放就放 妳說到這個 我還有一個消息要跟妳說 妳的孩子經過的B隊 結果是符合的 但是她很可笑 她是一個B肝代言者 她根本就沒辦法乾淨了 我兒子有B肝 那她身體會怎麼樣 我看她的報告 沒什麼大問題了 定期追蹤就好 那妳這個消息 千萬不要跟葉佳人說 不然 我又要被高雲切趕出家門了 那我跟邵峰的感情 一定沒得救了 現在子綺也只能用口服要做治療 沒有這麼快就能出事 妳就賺這個機會 趕快跟葉佳峰結婚 和妳的孩子帶到台灣 這樣就算了 事情以後要拍空 妳也會保重 只能這樣 妳跟她說的我都可以說 沒什麼其他事情 我沒用了 等一下 我還有一件事要問 什麼事 就是我肚子裡的雙胞胎 以現在的醫學技術 有沒有可能只留邵峰的孩子 會是會會 要不然風險很大 剛才說的 是胎兒發育異常 不然 我沒有跟她這樣做 可是我肚子有曹沁的孩子 邵峰對我 一輩子都有心懷戒地的 這就表示說 因為邵峰對妳的感情不夠親 她隨時都有可能幫妳幫忙 如果這樣 妳就要替妳自己 拉一些痕跡 不然就到了 妳可以用這曹沁的孩子 去造假分財 不可能 再怎麼說 我跟邵峰也還有個孩子呢 邵峰不會拋棄我的 妳若是想要 繼續利用小孩 去對付 那個邵峰重視的人 妳就看她會選擇 例 要是說 會選擇 唯一自歲和到大人的情人 大家給我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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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